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一条影片讲关于这间公司出一个元宇宙NFT的项目出来的 我拍影片是星期六 我应该星期日才会上升这条影片 你已经隔了两天了 你看这条影片的时候 不要紧 星期五就糟糕了 星期五下就 这个高桥老师自己的官方推特 就说了一句话出来 是英文的 他有日文有英文 我用广东话说回 他说大家足球小将的粉丝 现在呢 有一个所谓的足球小将的NFT项目出现 但其实呢 他们是不合法的 这个NFT 他就是这么说的 在日本已经在封存着了 他希望海外的朋友都知道这件事 就是他说这个Football Metaverse 这个NFT呢 是没有经过一个合法途径的 用他们的IP的 就是版权是有些问题的 但是 那接着 Subasa公司 即足球小将自己官方的PR 也有出了这个Tweet 都是这么说的 说这个 这个 这个NFT不关系的 他没有跟我们 拿版权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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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合法的 但是 那当然 这个Football Metaverse 当然要回应 大哥 这个作家说 现在告诉全世界 你偷我的东西 你不是合法拿我们的版权 大哥 大哥 那 这个就是官方足球小将的Tweet 说 All Captains about 这个Football Metaverse 用的IP 是应该 他拿这个IP 应该 通过我们的 应该跟Captain Subasa Subasa Company Limited 拿这个IP的 不好意思 这件事很复杂的 那 就是叫那些粉丝 不要 就是不要参与这个项目 那 不要紧要 Football Metaverse 有马上回覆他们 有说 喂 等等 我们是有 我们有 合法途径拿的 这个IP 我们是 和 这个 Inoki Films 就是 拥有 这个 1983年版权 Inoki Films 这一家 他拥有 1983年 原本第一代 足球小象的 动画 和 2002年 就是 他不是去了 聖保罗踢球 那个 那个版权 就是 他们 这间Football Metaverse 是和 Inoki Films 拿的 就是 它 这个 New Chinese Fund 这个中华 托 不知道什么 会社 跟Inoki Films 拿了这个版权 那就是 好像有些 误会 那 那 我猜的问题 就是 我什么都不懂 我不懂 这些版权 我猜就是 因为 他们现在 这间Football Metaverse 用着 用着 那些 图 就是那些 画风 就是那些东西 全部都不是 1983年的 足球小象 他就用了 2018年 足球小象 那个IP 对吧 你看看 就是 他的NFT 全部都是 2018年的 那一只 他这里有说 那 他们有走出来 马上回覆 直接有回覆 高权洋一 那个Tweet 那现在 他们 就在搞 这些东西 那 你看看 这些图 全部都是2018年的 足球小象 我以一个局外人 一个吃花生的人 看 我就觉得 他们是 拿了1983年的版权 但是 就用了2018年的画风 那些东西 可能这就是 那个问题 真正的答案 我们就不知道 但是 几天后就应该会知道 因为他们的团队 这个 Fnex 这个团队已经 走了去找 高权洋一 那些人 了 高权洋一 也已经 跟他们 直接公开地 又在互答 你们看 高权洋一 那个Twitter 他们有回答 你有什么问题 跟我的团队说 你们几个月前 已经 找过我们 那些 应该 他们 正在做事 希望 我以一个中立人士 我很喜欢足球小象 我也想足球小象 有多些 发展 除了 手机游戏之外 也可以在这个元宇宙NFT 那里 也可以用到他们的IP 我也会很开心 身为一个超级涌等 即不仅是打机 即可以GameFi 还有其他应用的 用途 我觉得IP 这件事 那 还有一件事 就是他们昨天 也有立即 开了这个Webinar 去解答 一些人的问题 我也有问了一些问题 他们 我也有录下了他们的Webinar 那 那 那他们 那 那 我就 已经upload了整条影片 这个Webinar 我也有问他们问题 因为我免得在这条影片说太多 因为 很长 如果不是 如果你们有空 无聊的话 可以去看看他们的 他们 他们答得OK的 即是很 很透明的 没有 隐瞞任何东西的 即他们都想解除这个问题 即 他们都应该可能一场误会 或者 里面有些东西 不是很清楚 那 这个是他们不适合的 首先 他们的公司 那 应该这些东西搞清楚 才去推 推 那 可能 这个步骤 就真的做得不太好 即 没理由 喂 我在这里宣传这件事 大哥 好 六月尾 就已经涂造了 NFT 你两个礼拜前 先 高桥人一走出来 说这些东西 即是这样 就真的不一样 那 不要紧了 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那如果他可以在这个 这个教训里面 这件事 那我都觉得 可以 继续去观察 那 我想要给一点点时间 这间公司 那 他们有个日本人 和一个 我认为是新加坡人 一个叫Eddie 一个叫June 那 他们昨天解答了所有问题 用日文和英文回答 那 你们可以看一下那条影片 或者你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问我 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有兴趣 不过 我想香港好像没有什么人 对这个有兴趣 因为 香港的 那些粉丝都应该还没有很接触 NFT 或者这个区块链 和 加密货币这件事 还有当然 这段时间想到 那些人当然是害怕的 是不是 对了 不过 我 以我个人意见 这一家入 这个以太币是 OK 因为很便宜 真的 比起 过几星期 几个月前 我现在录的这条影片是 星期六 4点45分 993元 就是以太币 哇 这两年的 这年半最低的位置 基本上是 Anyways 我不是给任何投资意见 你看 不用听我的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当然 风险很大 那 对了 如果你想知道多些 他们 官方出来说这件事 那条影片 就看回我 我上传了 那 对了 我会继续 是 报道 这些东西 因为我都 挺有兴趣的 对这件事 身为一个足球小将 粉丝 我想我应该是 全世界唯一一个YouTuber 在说这件事 的 足球小将YouTuber 用英文加广东话 还要说 那 对了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 花生吃 哇 刚刚有个快里经过 Anyways 好了 下次再见 麻烦 订阅 给个like 你可以follow我IG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Discord 所有连结在下面 其实你找CISBROS 就可以找到我了 OK 多谢 下次见 多谢支持